北温西温通地铁 12万客流几报MetroChang 近期研究显示 北岸快速交通线路采用天车技术 将明显优于快速公交BRT和地面轻轨LRT 在潜在乘客量和速度方面表现出色 北温哥华地区政府委托并资助了两项研究 探讨了不同快速交通模式的潜在乘客量 以及替换老化铁工纪念桥的多模式可能性 交通咨询公司MC Eleni在2023年完成了一项比较天车 BRT和LRT潜力的研究 Earth Innovation Consulting则分析了替换现有第二载桥的最佳方案 研究表明天车方案在潜在乘客量和行程时间方面均领先 天车的每日乘客量预计可达12万人次 端到端行程时间为23分钟 平均运行速度为50公里每小时 而BRT的每日乘客量为4.1万人次 行程时间为58分钟 平均速度为20公里每小时 LRT的每日乘客量为10万人次 行程时间为47分钟 平均速度为25公里每小时 无论选择哪种模式 快速交通线路均从西温哥华的Park Road开始 Yammerine Drive, Sun RD Street和Main Street横跨北岸 途经Fibes Exchange, Hastings Park, Neen 最终到达本纳比的Metrotown 全程共有10个车站 分别位于Park Royal, 师门大桥, Coppolano Mall, Lansdale, Moodyville, Fibes Exchange, Hastings Park, Neen Brandwood Town Center, Visit本纳比校区和Metrotown 在实现BRT或LRT方案的情况下 大多数Main Drive和3rd Street的路段需减少为每个方向一个普通车道 以容纳公交专用道或LRT专用道 此外, Hastings Street和 Wellington Avenue的道路也将减少车道 而天车因其完全分隔的专用道 可避免上述问题且拥有最高的运行效率 新的快速交通投资预计将催生显著的高密度住宅和商业开发 尤其是在天车方案下 天车还将为北岸居民提供更大的就业机会 预计可新增18万个就业机会 相比之下,LRT为9.8万个,BRT仅为2万个 现有的铁工纪念桥已使用超过60年 将在未来几十年达到其使用寿命的终点 分析建议可建设新的替换桥 增加车道数量并用于快速交通和主动交通 两种方案被提出 一种是建设并排的双塔斜拉桥 另一种是叠层桥 两者均将提供更大的交通容量和应急通道 研究表明 天车技术在北岸快速交通线路中的应用 将显著提高乘客量和行程速度 促进区域发展并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认真考虑这些研究结果 为未来的大温哥华地区交通发展制定更优方案 各位观众 关于北温西温地铁规划方案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红규安侠的地围 所有的地围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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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y�� 点击